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次的视频 首先我想说很开心在上一个视频中 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笛子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笛子的历史,笛子的发展,不同的曲风和风格 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了几位不同风格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的代表作 那么在这一次的视频里面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笛子演奏的基本技巧 演奏的方式,还有平常我们在练习中需要注意的事情 希望通过这一次视频能给正在观看视频的您 也许您是正在学习笛子,也许您打算学习笛子 那我都希望能给您带来一点点帮助 首先呢,我想说这个练习呢,日常的练习呢 对于学习不管是笛子还是任何一门乐器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好的练习习惯呢,会使我们的这个技巧有一个质的提高 所谓的好的练习习惯呢 我觉得就是尽可能的能保证日常每一天都会能保证练习 当然是在您的时间允许之下 这样的连续的练习,不突断的练习,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那练习习习呢,是我们可以保证,怎么说呢 练习呢,维持我们技巧的灵活性啊,还有娴熟性啊 的一个很好的过程 还有就是呢,除了养成良好的练习习惯 那么科学且标准的练习方式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在说到吹奏方式之前,我还是想跟大家回顾一下 我上一次讲到的关于笛子的结构 因为想演奏笛子,我们需要弄心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还是用上一次讲过的这个C调的取笛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C调的取笛 为什么要用C调呢 其实C调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笛子 用来练习,用于练习的笛子 因为C调它的首调是C大调 那么它的音准是跟钢琴是一样的 那么就很好的锻炼你对音高音准的一个训练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取笛 是我们非常建议初学者使用的 它对你的气息也有一个很好的锻炼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取笛 作为您的第一支笛子 用来练习也好,或者说用来演奏 其实都可以的 那么,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结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上次说过 这个孔啊,它就是吹孔 因为我们用这个孔来进行吹奏 所以呢,它叫为吹孔 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贴着笛膜的这个孔呢,它就是膜孔 我这个笛膜呢,上次我们也说过 在上次的视频里 它这个是用芦苇的膜而制成 所以,这一般来说 我们在吹奏笛子的时候 都会使用芦苇膜来粘住这个膜孔 然后保持它声音的一个震动 它的这个空气跟这个笛膜产生了震动之后 它能产生这个原因 为什么,但是呢,就是说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是在北美地区 也有可能是在欧洲 也有可能是在别的国家 有的地方可能很难购买到这个笛膜 那么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呢 大家也可以使用一些 密封性很好的工具 来去粘住这个膜孔 类入于胶带等等 当然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有情况有条件的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平常的练习中 也使用这个笛膜 因为这个笛膜它的这个材质呢 会使得笛子的音色非常的清脆 优长非常的明亮 它跟粘上胶带的这个音色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们这个就是还是得看条件的允许一下 那下面呢,这六个孔呢 它就是吹孔 我们平常是通过按动这个吹孔 来发出音高 就是Doramita Salasi 是通过这几个孔来做出音高的 那么其实呢,这个是最传统的笛子 也是我们最常见的笛子 也是最常用的笛子 它是六孔笛 因为它有六个按孔 所以我们叫它六孔笛 那现在随着笛子的发展呢 我们也逐渐出现了七孔笛,八孔笛 那个呢,是在平常正常训练中 在平常训练中呢 是可以不需要使用到的 那是随着难度的加大 或者说曲目的要求 之后会慢慢接触到七孔笛,八孔笛 那个呢,其实它因为 它虽然是多了一个孔 但实际上还是得要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练习 但是那个是在进阶之后 可能接触到曲子了之后才会用到 那么一般我们的练习呢 就用这个六孔笛就可以了 之后呢,剩下的这个几个孔呢 它就是这个出音孔 因为笛子这个是通过空气 来去传播的 传播它这个音效 那么所以呢,这三个孔呢 就是用来把音传播出去 所以呢,它叫出音孔 那么我们刚才呢,介绍了一下笛子的结构 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讲 该笛子该如何吹奏 如何正确的持笛 以及口风 以确保我们大家可以首先嘛 我们学这个乐器,学这个笛子 我们要确保自己能把它吹出声来 那如何是正确的方式把它吹出声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说到这个笛子的演奏 我们不得不说到 我上一次也在视频最后 在介绍南派风格代表人物的时候 我提到过赵丰廷先生 那它是我们的一代大师 那它也对笛子的这个 近现代笛子的这个发展呢 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它其中的一个贡献呢 就是它结合了西洋 西方长笛的一些技法 或者练习法、音律 也结合了其他吹孔乐器的技法 还有呢通过科学研究发现 然后规范了一套非常系统的 笛子练习方式 以及笛子的发音等等 那么就我们借鉴赵丰廷先生 他在教材里的一句话 一个12字的口诀 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正确的笛子演奏方式 那么这个第一句话呢 就是笛身平 那所谓的笛身平 笛身呢 就是指的这个笛子本身 然后呢笛身平是什么意思呢 是在意是指 你在持笛的时候 那你的笛子要确保 它是一直是持平的 它没有一个斜度 那它是保证是一个平直的直线 那跟笛面呢 是产生平行的 因为你持笛的这个方式呢 你的这个笛子的角度 会影响你口风的出风 出风的那个角度 那音色中如果持笛的姿势不对 那音色也会相应的有影响 所以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吹奏的时候呢 要保证这个笛身它是平的 那如果笛子过于倾斜呢 那就无法保证 你口中呼出的那个气呢 可以很好地灌入到这个吹孔当中 那它可以 它就无法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流 它会影响这个音色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笛子的 这个端笛子的端笛的这个姿势呢 是要保证这个笛身 是一定要是成一个水瓶状的 那还有呢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手臂的一个姿势 那说到这呢 提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上次的视频里面也提到过 持笛呢 的方向 其实两边都是可以的 我们有一句话就是 左青龙右白虎 这个呢 也可以形容我们这个持笛的一个方向 那我自己呢 我是惯用于这个笛身是朝右的 所以这也是大部分 可能演奏者都使用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今天呢 也是用我自己惯用的一个方向 来去跟大家讲解 那么在吹奏笛子的时候呢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肩膀 因为笛子在端起来的时候呢 可能有的人可能会要耸肩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是不可以的 我们一定要保证 我们的这个肩膀是非常自然的 不要耸肩 因为在吹奏的时候呢 你整个人的 其实要保证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 避免就是任何的肌肉 进行一个就是不必要的肌肉的一个紧张紧绷 这样对 其实对你的呼吸也好 或者对你的手指的灵活度 都会有一个影响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端起笛子的时候呢 肩膀一定不要耸肩 然后呢 两臂非常自然的张开 不要过 过于过张 因为你要过张的话呢 它会压制你的这个手腕 那会导致你的手指在演奏一些非常 就是 需要手指灵活度 对手指灵活度有高要求的这些乐曲呢 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一定要注意 你抬起来的手臂 跟你的手腕 其实是一个 非常符合你人体的一个流线的一个状态 那大概 我们的这个手臂呢 就是打开 然后手臂跟这个 那我们 大概双臂展开呢 大概是45度左右 所以就避免 不要过高 那么我们的手 那说完了 这个肩膀和手臂 那我们这个手呢 该如何搭在这个笛子上呢 这个 大拇指呢 可以轻轻的 大概是这个关节 轻轻的搭在笛子上 有一个点 需要大家了解的就是 我们在吹笛子的时候 切记不要让手部的肌肉过于僵硬 也就是说 不要让它过于紧绷 所以在吹的过程中 一定要是 手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这样的话呢 才能让你的手指更加灵活 更加灵活的去使用 去做一些拆音啊 一些技巧啊 什么的的 这个大拇指呢 就是很放松的 搭在大概是在 食指下方 搭在这个下方 那么在左手呢 那左手我们搭在是前边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 那个左手的小拇指 是不能碰到笛身的 是要轻轻的抬起来 但是也不要抬过高 因为长时间 如果要是演奏的时候呢 长时间的抬 抬得过于高的话 你的小指会感觉到很酸 所以呢 就是大概抬起来 就是离开笛身就可以了 然后呢 那右手部分呢 它的大拇指也跟 也跟左手一样 就是轻轻的搭在 搭在笛子的下方 然后呢 找一个非常舒适 就是差不多 就是你的右手 食指的下方 把它搭在下边 就可以了 不要就是说 还是要跟你的 这个手臂的 这个线条 是保持几乎一致 非常自然的一个 成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 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是 过度的紧绷的话 你的大拇指也会感到不适 因为我小的时候学笛子 也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可能是心理的作用吧 就觉得说 轻轻的搭在上边 总怕笛子会掉下来 所以呢 就会非常用力的 去抓住这个笛子 利用大拇指和小拇指 或者说整个手 但是呢 长时间吹下来呢 就发现 手指真的很不舒服 会有一种酸痛感 所以呢 保证我们可以长时间的 轻松的这个练习呢 那我们就是要保证 我们的这个手臂 尤其是手腕这个部分 是放松的 还有手指也放松的 其实呢 我们就是轻轻的搭在上面 也是可以很好的 固定住笛子 所以这个可以不用担心 那么右手部分 它的小拇指呢 跟左手有点不太同 那么右手的小拇指 需要你搭在 这个笛子 笛身上 所以 我们端起笛子的这个姿势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么下一句呢 就是 封门证 封门呢 就是指 我们 统称在我们吹奏 笛子的时候呢 我们称这个叫封门 我们大家会说 第二个呢 就是封门证 什么是封门呢 那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口风 我们在吹奏笛子的时候呢 或者在上课的时候 总能听老师说 你这个口风不太好 你口风不太好 这个口风呢 是指 我们在吹奏笛子 这个嘴巴的 一是一个控制 二呢 是一个 就是 吹奏的一个姿势吧 可以算是 那 嘴要怎么 是一个什么形态 去吹奏呢 我们 有 就是 我们要 将两 两嘴巴的上唇和下唇 大概是 在一个 一条线上 不能说上唇包的下唇 或者下唇包的上唇 要保证 它们是自然的 我们先将 嘴巴闭合 那慢慢的呢 通过 嘴巴 嘴唇的两部边的肌肉 慢慢的将嘴 微微的 翘起 然后中间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形成了一个 出风口 那这个出风口 出风口呢 我们便称它为 风门 我们这个风门呢 必须要正 这样的话呢 在出音的时候 一定要是 跟这个 那个 吹孔呢 是 成一个 90度的一个 直角 这样的话呢 可以保证 就是我们 呼出的气呢 很好的灌入 这个吹孔 然后它 经过这个 气流在内壁的 一个旋转 它可以 从这个 出音孔中 出出来 那么 因为笛字 它也是 这个吹孔乐器嘛 所以呢 这个口风的 口风的姿势 是否正确 影响着 这个音色 是否好坏 那这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 风门 一定要是正的 那 那我们这个 口风呢 可能我 通过这个视频 大家可能 不会有一个 很好的概念 有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去找到 正确的口风 那就是 我们在 说 鱼 的这个 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说 我们嘴唇的 这个状态 那差不多 相当于 我们吹笛子 吹奏的时候的 这个嘴唇的 这个状态 就是鱼 就 两边 这两边的 这个肌肉 微微的 使一点点 紧 不要过于 使劲 那还有一个 事情我们要 避免的 就是 我们一定 注意 控制 这个口风 它这个 出风口的 大小呢 是通过 我们嘴唇部 附近的肌肉 而不是通过 两峡边的 我经常看到 有一些 吹笛子 那他们 大概是 是 将嘴巴 往两边扯 这样的话呢 就这样会导致 就是说 可能我们在 吹奏 奏的时候呢 嘴部 可能会有杂音 那就是我们 这两边的肌肉 过于紧张 那把这个力气 全都放到了 这个嘴唇的两侧 嘴巴会是 有一种非常紧绷的 一个状态 那当我们吹到 高音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 加大这个气流 那加大气流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导致 这个这边会有震动 发出一些 不该有的一些杂音 所以在吹奏的时候 我们尽量还是要保持 两边的这个肌肉 两侧的肌肉呢 它是放松的状态 而真正需要控制 真正控制口风的 这一个部分 其实只是嘴唇的 这个两边 我们一定要保证 我们有 我们会有足够的空间 给这个空气流通 而我们要是 封门比较扁平 如果要是 用错误的这个口风的话呢 它这个空气 一没有办法 很好的流通 二你会会使你的 这个无法流通的空气呢 会使你的嘴唇 造成一个杂音 而且长时间下来 你也会觉得 因为你长期紧绷的 这个两边的肌肉 那你的脸颊 的肌肉呢 会觉得有一种 疲惫感 会有一种 酸胀感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那么 还有呢 就是口腔内部呢 在我们吹笛子的时候呢 牙齿 是 牙齿和 牙齿是要 微微张开一点点 舌头呢 不要堵住这个 出气口 就是形成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 舌头稍微往后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你 从你 丹田部分 呼出来的气 可以非常 通畅的 流畅的 灌入到这个 笛子的 吹口 那我们 现在找到了 口风 的 我们找到了 口风 我们也知道 这个嘴唇在 吹奏的时候的 这个状态 应该什么样 那我们 把笛子 拿上来 那 像我刚才说的 嘴 我们的 封门 和这个笛子 要成一个 90 大概一个 90度的一个状态 那么 我们的嘴部 应该放在 笛子 这个吹孔的 吹孔的那个 地方 大概是多少呢 其实 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将嘴 堵住这个吹孔 所以呢 大概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可以了 那一定要切记 你的嘴 和你的吹孔 不要过振 也不要过 往外 过于往外转 就是一个 你的这个 所有的吹孔也好 或者你的按孔也好 是跟这个 上面是垂直 一个垂直的一个状态 那么你的嘴巴呢 就是轻轻的 放在这个吹孔的外侧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 又说到 说完了这个 封门症 那我们再继续说 这个 头 要直 就是我们 要保证是一个 跟肩膀这个 是一个垂直的一个状态 吹奏的时候呢 头不能过歪 然后 这样的话呢 因为头部的歪 也会导致你的这个 口风 跟你的这个吹孔的这个角度 会有改变 那我刚才说过 这个口风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口风影响着我们 口风的正确与否 影响着我们的音色 好坏 所以这个是大家 要注意的一点 头一定要是正着的 头是直着的 那下一个呢 就是胸要挺 胸要挺 这个就很容易理解 而且你挺胸的 这么一个状态呢 会让你的气流气息 更加好的贯通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刚才 在介绍吃地方制的时候 我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 口风 如何基于这个 如何把笛子吹响 那么我们做到了 可以把笛子吹响 用一个正确的口风 把笛子吹响之后呢 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的呼吸法 那么我们在吹奏笛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呼吸方式 跟我们正常的呼吸方式 是有不同的 我们正常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每天的呼吸呢 是通过肺部的呼吸 而在当我们吹笛子的时候 我们的气 我们呼吸的时候 使用的是丹田 就是丹田呼吸 怎么能很好地理解 这个丹田呼吸法呢 首先 肺部呼吸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是向上 呼吸的时候呢 是向上 吸气的时候 身体是往下的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么丹田呼吸呢 是跟这个肺部呼吸 其实是相反的 当我们呼吸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腹部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腹部 在呼吸的时候 腹部慢慢扩张 腹部的肌肉慢慢扩张 在呼吸的时候 深深深的呼吸 感受你的腹部在扩张 不是让你故意地扩张 而是你感受到 你的腹部随着你灌进的气 因为气体 让它慢慢地 因为空气 让它慢慢扩张 那我们肺部呼吸就是 那如果 您还是 找不到 丹田呼吸的方式的话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去闻一朵非常香的花 你在非常用力地呼吸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呼吸方式 就会是丹田呼吸 就是 或者说 你也可以平躺下来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也是用的是丹田呼吸 那 通过这几个方式 我们可以会找到 就是 丹田呼吸的一个方式 那么也是我们 演奏笛子时候 所用到的一个呼吸的方式 丹田呼吸法 那我们刚刚说了 口风的正确的姿势 和这个 笛子的呼吸法 那就是丹田晕气 我下面呢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笛子的指法 那通过结合这三个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 非常常规的一个 长夜练习 长夜练习呢 是我们训练气息 的一个非常基本的 练习方式 基本上呢 每一天我们练习的时候 它都是第一步 就像是弹钢琴的人 可能第一步 要练的是音阶 我们呢 练习的第一步呢 就是通过长音 将气息打开 然后 起到一个 就是很好的 一个运气呼吸 也可以锻炼你的 这个丹田的 这个扩张 可以让你的 那个 吹火量 加大的一个 这个练习的一个功效 那么 指法呢 指法呢 最一开始呢 我们的 我们C调 最低的音呢 是騷 騷呢 就是这个 把所有的暗孔 都都按 按上去 然后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的 这个暗孔 我们手指 暗孔的这个 角度呢 大概是你的 二关指 二关节和 一关节之间的 这个地方 我们暗孔 然后 对 这个是骚 那我们结合 刚才 的呼吸法 和我们的口风 那 在吹低音的时候呢 这是最低的音 那在吹低音的时候呢 如何有一个 浑厚通透的 感觉呢 我们需要将 后腔 打开 后腔打开 让更多的气 灌进去 那口风的部分呢 要放松 因为它是低音 我们不需要 做过多的控制 所以是 口风是一个 口径 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那下一个音呢 就是拉 我们把 这个四指 慢慢的 抬起来 那在我们抬 手指的时候呢 不要过高 大概轻轻抬起来 让这个 指头 远离这个孔 不造成其他的 额外的噪音 就可以了 轻轻地抬起来 那这个呢 就是拉 那 拉这个音呢 我们现在是 说的是低音区 那 同样的指法 拉的中音 也是这个 同样的指法 还是一样的 呼吸 那因为拉 扫拉 吸 这些呢 都是非常 非常 醇厚的低音 那么在吹 这三个音的时候呢 就是要求 嘴巴是放松的 尽可能的将气 贯通于 这个吹口之中 那后腔 要打开 后腔的打开呢 会让这个低音呢 有更浑厚的感觉 这个 极片低谋 不是特别好 大家可以听一下 不同 我刚才是 后腔打开的一个拉 那 如果要是 后腔不打开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 这个 不同 嗯 那 我们刚才说 这个口风的重要性 那我再给大家做一个 错误的示范 让大家听一下 这个 口风 对于这个 音色的一个影响 那就刚才这一下我就是已经感觉到大家可能听到我的音牛微微颤抖 就是因为肌肉的过于紧张 会导致这个嘴巴会有颤抖 微微的颤抖 所以 也会渐渐的影响到你的音也会带动着一点点的颤抖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口风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吸 那吸呢 就是在刚刚拉的基础上再抬一个 再抬一个手指 那么这个呢 就是吸的指法 那同样它也是低音吸的一个指法 那吸之后呢 变成都都就是这个左手部分 掩盖住三个前三个这个暗孔 那这个呢 就是都 那现在呢 就是中音区的部分 中音区的都和高音区的都 它两个是一样的指法 那下一个呢 也很简单 就是依次再把手指抬起来 那这个呢 就是right 那下一个呢 也是手指抬起来 手指依次抬起 那这个就是咪 咪的话呢 它就是按住左手的食指 按住第一个暗孔 那发的话呢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处杂 发呢 是按住第二个和第三个暗孔 抬到抬起来第一个暗孔 右手是不动的 右手是什么都不要按 那发是 那么 骂呢 就是右手轻轻的落下来 把孔都盖住 这就是中音的骂 那拉我们刚才讲低音拉的时候 然后说过 它跟低音拉的指法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轻轻的食指 左手食指轻轻的落下 那抬起来 右手的四指 那在中音曲拉 骂和拉之后呢 是骂和拉 骂之后 我们就要稍微的控制一下 我们的口风 口风呢 稍微慢慢的 有一个力 再稍微使一点点力 然后呢 气息呢 再更多一点 给更多一点 那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呢 可能对于 会一开始觉得 低音区的扫拉息 会有一种闷闷的感觉 那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 口腔的后腔 口腔这个后腔要打开 喉咙要打开 就算可能一开始呢 时间不会太长 长音的练习 可能在对初学者来说 能坚持三秒左右 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呢 这个不要急 也不要因为急于吹响 它就将气息 挤到这个笛子内壁里面 千万不要挤这个气 一定要让它非常自然的流出来 而不是说要去人为的挤它 把这个气挤出来 或者你为了吹响 去挤这个气 这是不对的 那我们想要吹响的话呢 是通过气息的控制 给气多一点 和给气少一点 那气息的控制 跟你的丹田 你挤不挤你的肚子 它其实是两个概念的 那么吹中音区的时候 一定要气息给的更足一点 然后并且口风呢 一定要也要有一个控制 那下一个呢 拉之后呢 就是吸 也是一样的 那么依次呢 从吸到咪 它们的这个指法呢 都是一样的 那都跟这个中音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到了高音区的部分了 那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高音区呢 更要求我们口风的控制 那口径可能会要再多一点点 那千万切记 不要因为控制这个口径 而是两边来控制 一定要记住 永远是用嘴部的这个周围的 就是封门周围的这个肌肉 来去控制你的口风 而不是通过两侠的这个肌肉 去控制你的口风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right 那跟中音区的right是一样的 那就是 都的这个指头 微微地再打开 那我们 一定要注意这个口风的控制 那这个咪呢 它就是按住这个 第一个这个按孔 那它跟中音的 刚才我们说过 跟中音咪 它是一样的 那到高音部分呢 我想说一下 就是可能很多初学者来讲 吹到高音部分 会觉得有一些吃力 因为高音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从都开始 其实它的指法 跟中音区的 是完完全全一致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要通过对气息 和口红的控制 来让这个笛子呢 它这个达到一定的音高 这个是肯定有困难的 那么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虽然可能时间会有一些短 千万不要气馁 不要就是因为 要想说那个更控制 或者是说气息要更多 来去通过 就像我刚才说的 去人为的通过挤气 把气息提上来 或者是说 过于面部过于紧张 导致这个口风的 那个劲儿使错了 那这个都是会有影响的 如果一个错误的练习 时间长了之后呢 就是会导致 一个错误的口风 一个错误的呼吸方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 在练习的过程中 就算是一开始比较吃力 可能一开始 长音的时间比较短 那我们也要保持一个 正常的心态 平静的心态 一点点练习 因为这个长音呢 通过长时间的频繁练习 气息是会有改善的 我们的肺活量也会加大 那长音的时间呢 也会变得越来越长 这个大家可以慢慢 通过慢慢练习 就会看到一个 明显的一个改善 那么我刚才提到说 不要去挤这个气 那么我们在吹笛子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一下子挤气 那它是这个气流 过于的加快 过于的加速 那我们要的其实是 这个气流的量大于小 而不是它的急与缓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是保证 这个气流是缓缓的出来 但是我们要给它更多的气 然后呢 那我们 咪 那有时候呢 可能吹到高音 或者是初学者们 在吹的时候呢 可能音头出不来 可能第一响出来的 会有一点点困难 那我们也可以 给它加一个 单吐音 吐音 做一个音头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到了发 大家还记得 刚才中音发的一个指法 是这样的 那么高音发呢 是在这个基础上 再将第四个和第五个暗孔 按住 这样就是发的指法 那比如说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暗孔 是不能按住的 那 骚呢 其实跟中音骚 是一样的指法 这是骚 那么高音拉呢 也是这个笛字 基础音域里边 正常音域里边呢 最高的一个音 那这个高音拉的指法 它跟中音拉和低音拉 它有所不同 那高音拉呢 很好记 其实就是把四指都打开 那这个呢 就是全部的指法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长音的练习 来慢慢的练习自己的这个肺活量 自己的气息 那这个是非常基本的练习 如果大家可能对于控制高音 中音 低音的一个转变的 转变有些困难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进阶一点点的练习 那就是在一个长音里边 吹奏两个不同音域的同样的音 因为我们知道 它有一些指法 它其实都是一致的 那比如说 那因为是时间关系 我跟大家的示范呢 可能时间会短一点 大家呢 在平常练长音的时候呢 尽量是 一口气吹这个一个长音呢 是你一口气吹到 你的你的单天里边还有20%的气的时候 选择停掉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那么切记不要把自己的气 全部的吹 就是全部用尽 之后再吸气 那我们都 那我们就要保持 我们的单天里边还会有两成的气息在 因为这个呢 是对于以后我们演奏乐曲的话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在演奏乐曲 因为它 它是一个流线型的 那么我们要是用尽了所有的气 在 呼气 这个对于节奏在这个乐曲的节奏中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进行这样的训练 会对以后我们再就是演奏乐曲的话呢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指法 笛子的指法 以及对于长音练习的一个介绍 由于时间关系呢 可能没有办法把笛子的所有技巧都能介绍得到 但是呢 我想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手指的一个练习 那就是也是一个技巧 叫颤音 颤音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技巧 那在很多曲子里面都会使用到 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这个江南四竹 这个传统的南方南派的音乐 里面呢 颤音的使用是很多的 比如说 那这个颤音呢 是大家可以从刚才子里面听到 是经常会使用的一个技巧 颤音呢 其实就是听过手指的一个可以说是敲打这个暗孔的一个动作 来产生的这个颤音 来产生的这个装饰音 它其实是呃 它在简附里面它雕作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soul的颤音 那么它就是雕作 soul 那它上面是tr 那这就是tr 也就是颤音的意思 那它其实它的原理就是扫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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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手指来产生两个音 不足的相似的变换 那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如果这个谱歌里面 假如说还是我们之前的例子 它标记的是soul的颤音 那么你最后回到的音 一定也要落在soul上边 那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不同音的颤音 soul的采音 拉的采音 吸的采音 收的采音 弯的采音 音的缠音 发的缠音 发的缠音呢 这个要讲一下 因为其他的都是跟着上一个手指 依次抬起就可以 那发呢 因为我们知道 发的正常的按孔是这样的 中音发 那么发呢 因为它是发骚发骚发骚 它这个 所以呢 我们要到骚的这个 指法上 那 抬起来 在缠音的过程中 抬起来你的右手的二指 那最后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把它打开 因为这个缠音最后要落到发上 那么 桑的缠音呢 我们沿用 我们不采用原本 中音骚的指法 而是沿用 我们低音骚的一个指法 让它 让它有跟拉 扫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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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互换 那中音区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跟跟音呢 是一样的 那 那 撒的 高音 这个缠音 还是有点不一样 它是两个指头 一起 一起动 两个指头一起缠 一定要 保证这两个指头 起来 落下 它是一样的频率 一样的速度 一样的 时间落下 之后我们回到 发高音 發的这个指法上 那高音骚 它跟低音中音一样的颤音的指法 那我认为高音拉的颤音 高音拉可能是最难的 因为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本身我们高音拉的指法是这样的 那是分别抬起来左右手的四指 那但是高音拉的颤音 需要我们再抬起来二指 右手的二指 也就是第四个按孔 那颤音的手 做颤音的手 其实上是我们左手的中指 也就是按孔的第二个孔的手指 那最后回到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呢就是颤音 所有的颤音的一个技巧的介绍 那么有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有一点非常要注意 那就是颤音所有的每一个颤音的频率 是这个扫 拿扫来说 扫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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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频率呢是要是速度是一致的 那你在初学的过程中呢 在一开始的练习过程中呢 可能速度并不会过快 但是这个时候呢 千万不要过于急于求成 用什么手指使劲啊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个不会影响你的手这个速度 那只有通过经常的练习 每天的练习才会能达到 那如果出现了一个你的频率 就是颤音的频率不规律 比如类似于 或者 就是你可以听到它这个之间呢 它不是特别的规律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我们慢慢的像一个分解 就像电影里面慢动作一样的方式去练它 我们可以在一开始的练习 用一个慢的动作 将这个速度放慢下来 让我们这个手指呢 感受到这个频率 这个频率的这个节奏 那一点点一点点加快 那再加快 再加快 那我们呢也可以将颤音的练习 和长音的练习 其实也可以结合起来 比如说拉的长音 那这样的话呢 既可以锻炼我们的气息 又可以锻炼我们的手指 大家可以试着像这样的练习 那如果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给我留言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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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